主料,豆角100克,鸡蛋一个,面粉60克,西红柿60克,辅量,油,盐,甜椒一个,葱,水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豆角甜椒葱叶分别洗干净,两个小西红柿洗干净,把西红柿和辣椒切丁放入盘中,把香葱切丁,把豆角切成小段,锅中放入有加热, 然后放入葱花爆炒,把豆角倒入锅中,加入适量的点盐,加入水中火烧开,打一个鸡蛋稍后倒入锅中,水开后把提前搅拌好的面糊倒入锅中,把甜椒丁和西红柿丁也倒入锅中,淋出锅加入少许鸡精,盛到碗中可以喝汤了,烹饪技巧,做豆角烫也可以把豆角切丁,用面粉或淀粉均可, 豆角和少料西红柿搭配,还有鸡蛋红绿黄颜色看起来更有食欲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